还会给雨声公主报吗 兵舞中国组合将用山水战袍 1月31日大年30下午 中国兵舞最登队的王诗岳和柳新宇 到首都体育馆参加了赛前的训练 他们俩和着功夫熊猫的主题曲 神龙大侠崛起 身穿红色的简便训练服和黑色长裤 进行了优雅的合曲练习 训练结束后 在混合采访区 面对记者的提问 柳新宇和王诗岳透露说 为了准备冬奥会 冬季中兴为他们特别准备了特殊的战袍 其中自由舞的表演 为了配合有中国风情的功夫熊猫 衣服使用的是山水化文样 柳新宇说 这是从来没有亮过像的一套衣服 男孩是山 女孩是水 会有一些咱们中国古典的文样是水波文 谈到音乐和衣服的搭配 王诗岳说 这节目有两层意义 一层是我们自己的这四年来的历程 另一层是想在在奥林匹的舞台上 展现咱们中国的文化 因为本身奥运会 尤其在家比赛 就是像梦想一样舞台 我们这身衣服和设计里面 就是大好河山的那种感觉 衣服是中式历领吗 柳新宇说 我是高一点的历领 女孩子不是 她是普通的肉色王 两套节目 我们两个都进行了新服装的制作 绿绿舞会换猫王主题的服饰 黑色的裤子上身是机车夹克的那种 这次冬奥会 冰舞现场会有400名邀请的大学生观众 对于13000人的手体来说 虽然入场的观众人不多 但是毕竟也有主场的感觉 谈到主场 柳新宇说 在主场感觉有些压力 也更多的是可能是幸运的感觉 比较自豪 能站在首都的冰场上 因为想在大学生面前表现的好一些吧 熟悉花华的人都知道 柳新宇和雨生结贤的关系很好 两人的公主暴梗 每次都是比赛后派对的话题 不过柳新宇有些遗憾的说 这次可能暴不到了 因为根据防疫政策不让接触 所以估计暴不了 他们日本代表团估计也不会让报吧 旁边王世月听到了后 笑着补刀说 你可以穿防护防护服戴着口罩报一个 毕竟雨生最后一届了 这又是奥运会 这报的意义不一样啊 别忘了